字幕 cho k sure you und 首先我说一下 非常感谢教授 今天白忙的时间当中空出来 我是第一次来 在学校这边交流 然后有机会就跟一些这边的人 就是做一些思想上的一些碰撞 其实我是一个单纯的佛教徒 也是出家大概三十多年来 但是这几年我们可能从科学 包括一些佛学的一些心灵方面的一些比较 就是这方面是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也听到这个佛教授嘛 就是他是在这个研究领域还是很有这种贡献的人 所以就想在我们比较随意的 就是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也是这样的 我自己是藏族人 主要是用跟那个汉族这边 就是我的上师就让我就讲课 就所以我就经常用汉语来讲一些课 然后我刚开始的纯粹的 就是讲了可能接近二十年左右的这个佛教 但后来的这个十年呢 我可能更做重的这个佛教的一些体验 跟那个现代科学的 包括一些心理学啊 神经学啊在这方面 然后在十年以来的话呢 就是也利用一些包括这个现在的一些网络啊 微信啊就这样的 同时呢也大量的接触了一些科学家 就是包括一些这个现在前沿的一些这方面有研究的这个认识 就是我们就很想就不仅仅是一个佛教的一种内在的一种修炼 就是而且是从科学跟这个佛教两个相结合的话 可能有些地方就是有可能很好的一些就是体验 我本人可能是嗯 嗯 包括这个修行啊 禅修啊 就是在这方面的 然后当一会儿的话呢 可能会我们也有没有一些比较共同的就是从神经学跟佛学两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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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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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这个佛教呢 就是从无为无为是的这种观点 还有一些移民的这种观点呢 就是没有必要削渡观点 所以在这些上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会有没有办法就是就更加这个突破一下 我在这个之前的话呢 就跟这个稍微就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看这个现在作为他啊 在这个呃 新的时代当中啊 就尤其是他 我看过就是他的一些 包括一些公开的演讲啊 就是在看过一些他就现在有有发表过的一些文章 就是有些事情包括在在中国的话呢 就是他的一些思想是很多这个年轻人觉得在在思考 就是就很有很有意思的 就这样的话呢 我首先想讲一下 就现在我们这个这个身体计算的这个科学啊 就是这样的这种科学呢 那生个时代到现在就是在出世语言 可以说是利用这个科学呢 就时间是并不是很长的 但是确实是它改变了很多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 就是你觉得呢 就是在这个 这种神经科学就是现在对我们的这个社会 就是包括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影响啊 就是就在这方面就是有什么有什么看法 所以我想要给你一句话 前面我们进行的 practical aspect 或者technical aspect 就是在整个 所以首先我也想要谢谢你 这个邀请 因为它很不一样 为了一个科学的学生 会认为一个社会 我没有在这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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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在一种程度 所以它是非常特别的 也就是我女儿 也就是我的女儿 所以谢谢你非常多 为了你的 invitation 在这种程度 我们也也认为 我们也认为 不仅说 我们也认为 我们也认为 你从你的观点 如何看你 如何看你 你认为 你的观点 您您刚才提到 什么 什么 你认为 你所在意识的 什么 我们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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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 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观点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在20,30,40年 和理解中的理解 是一部分的理解 你不能理解脑 如果你只看它 从一个观点的角度 是Biology 我非常非常地 和很多的我的学生 尤其是在 Israel, I really want to try to expand the whole field of brain sciences to include, for example, jus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example, you know, in the past people that dealt with psychology, cognitive psychology were not part of a physical center that will have in the same place physicists and biologists and cognitiv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nd philosophers in the same locat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in the 21st century, we need to progress through this what we call th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brain and this of course includes phenomena like, you know, maybe arts, the arts and spiritual thinking and many aspects that were looking at the phenomena of the brain but were never really interacting and so the dream is that we should have a center that is really encompassing spiritual people and artists and scientists and break this classical narrow look at the brain if we can do it, it will be a big achievement so meeting with the maestro is for me part of this expansion and we want to expand rather than to narrow first of all, first of a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because I am not studying the brain especially for me,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but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the brain but I am not studying the brain and I am learning the brain and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brain and I am interested in the brain 感觉 现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庞大的意识戒口也要好 感知认知这个戒口的话 可能刚才他所说的那样 赛尔切夫所说的那样 确实可能单一的生物学来研究 或者说一个物理学 或者说一个素学来研究的話 仅仅是一个人的一个行为的发生 心理的作用 包括他的方方面面的很多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 比较有特殊的这些奇迹的话 很难表达出来 意思我也始终觉得 可能很有必要 就是这个科学界也好 宗教界也好 很多人应该有比较深层次的 去从神武学 神经学 从物理学 包括这个人质科学 现在这个人质科学呢 就是稍微就是对跟以往不同的 有一些有一些进步 再加上是各种不同宗教的 这种这个原始古老的这种教育 就是结合起来的话 也许可能我们会发现 就是比较跟以往有点 就是不同的一些观点吧 比如说你所发现的这个外在的 包括一杯水啊 就是这些的话 可能佛教的一些说法的话呢 都并不是很相同的 就是他并不是大脑来 就是开始给他进行预算的 因为这些所有的行为呢 就是首先是从这个衣食来 就是我要想喝这杯水 我要想看这个就是从衣食 然后衣食呢就是通过这个 衣食 二食 碧食 五根食去这个镜 去这个镜之后呢 我这个得到这个衣食上呢 就是衣食呢就是进行给他这个取色 就是本来是衣食 二食 碧食 他没有真正的分别念 然后他就接受 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照相机呢 就是把这个外景已经拍下来了 拍下来了以后的话呢 人就是把这个照照 他所拍下来的这些一张照片的话呢 就来选择 然后刚才我们这个衣食呢 就是他拍下来了 他眼睛看到的这么多的这么多杯水 其中呢就是我也想喝的这杯水的话呢 我用意识来就是进行分析 并不是可能道朗来分析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很有可能我们就是 有一些比较细微的方面去探讨的话呢 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不同点的话 我现在很想说的呢就是可能这个 佛教里面就是讲的这个 这个衣食是一切的这种主要 但是可惜的了他目前为止 衣食他没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科学一切啊 就是由一个科学的东西来就证明就是 他的这个存在和他的很多的这种 这个行为的这种这个发生 但是那会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会认为更多的 我会认为更多的 我会认为我说的 我会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你认为了解采论的 但是如果我只是一个研究现在 我现在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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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的解采 每个人的解采 我不是说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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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个程度 我们应该认为 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是 我们的解采 虽然 我们不是 我们的解采 但是 我们的解采 如果我们的解采 你会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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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认为 有认为 我们可以认为 那种解采 因为 很低的 人们 都会认为 这种解采 你认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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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有一个 的 就是有一个象征的目标 有一个象征的目标 那么可能你觉得从分会有点高的高程度 所有人ous物的许体 在所谓的食材 对 Underworld必须有一个人许体 有个人许体 您必须有一个选举 在选举的学习 去有什么人选择 那么,我们的许体在一专注的 reveals 每个人的室体是一个主体的纤统 那么,这是一件事 这件事情要讨论 从你的观看 而且如果我们讲作,我们说的是什么语言 我们认为有什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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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何试语 还是只是信心 我们可以做什么 作语言 例如,我们可以说 I will look for the brain because I am a scientist and I will look for a very small location where I can put a drug and make you unconscious that's what we do in hospitals yes you put the person on to anesthesia and he is not conscious it's a chemical thing 你改变 brain activity 成为一种 chemical的东西 它可能是非常 local 我们知道在鸟里 有一个很小的 region 在鸟里有非常 local 你 inject anesthetic 然后鸟或鸟是不公开 所以它看起来非常 physical 所以它看起来很具体的 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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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主要地略重这种系列 或者我们根性 check that它余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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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的 身先以 requirement 如果你 supplies我啦 我 fiction� eggs 我答案内吗 能做解决解决 一次我觉得不知道我在说 我睡在不同的状态 我放在第三个状态 这些状态是直接的 脑袋的活动 为什么他们说 它不是在脑袋 它不是在体制 这个问题在佛教当中 就是说得比较清楚 不管是我们婚居的时候也好 麻醉的时候也好 还有那个 就是餐顶 就是最细微的这个时候 还有动物当中 有一个叫Hanta 就是三个月的字 就是一点这种 大的这种分泌量都不会出现的 还有天界里面 就是有一个意识 就是非常细微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意识 并不是是没有意识 就是它依靠这种药物 或者是依靠一种 它的这种修行也好 一种方式 让它的这种生命 就是完全是已经 就不动摇 就是它变成一个很细微的 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那么并不是这个时候 意识已经断了 就是它是一个很细微的状态 然后一旦它的这个麻醉要好了 或者说是它从餐顶当中出来的时候 就是它会起现的 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俱事论当中呢 就是讲到了这个六种不同的 五种意识的这种状态 就是包括这个刚才这个禅定啊 麻醉啊 就是然后这个睡眠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些也是汗水 就是最深的层面 但是这个是在睡眠时 还是它有一种迷乱的这个意识 也是在动摇 就是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 就是光是这个意识就是没有动摇 就是不一定是存在的 就是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我们科学现在有些仪器 就是测量不出来 就是不一定是没有的 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的暗物质的话 那就是就科学的人和仪器 就是它测量不出来 但是我们并不让成为是它是不存在的 那是正确 我只是想要解释 我并不是说有没有意识 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意识 有意识 我只是问一下 whether it's not a physical phenomenon that it emerges from the brain and that's why you can manipulate it using physics like chemistry or anesthesia or do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and if so how do we check it so to speak if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beyond the physics of the brain with all its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nd of course I'm saying of course when you are unconscious there are some reminiscence of consciousness maybe that you cannot see but later on it comes back this is fine and also I'm not saying I'm not saying that science understands the notion of consciousness yet or maybe never maybe never I don't know because maybe it is such a complicated brain state that emerges from all these millions of activities of neurons and all that that we will not be able in principle maybe even not understand it or maybe yes I don't know and maybe the whole notion of consciousness will disappear at some point maybe it's a word we are using to explain something we don't understand ye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so I'm not saying I'm not saying that there is no notion of consciousness I feel conscious you feel conscious so we have to respect it I'm just asking whether it's not a phenomena as a physical phenomena this particular machine or even machine I wonder what the maestro feels about consciousness of lower animals because all the behavior I mentioned before monkey can do and mouse can do you know reaching or taking and tasting and eating and crossing the street they have also to do these decisions so they must be also conscious in your definition and also mine I agree that there there is consciousness also but I don't know if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consciousness also to any any living any living but I'm not saying that there is no consciousness I'm only trying to understand whether you feel there is something beyond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this animal or this animal and that's all what I was asking you 很有意思 very natural 其实 我是总觉得 现在我们 可能 研究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从神经学 还是生物学 就是对这个意识的个体 这个专注方面的话呢 可能就很有必要 就是比如说佛教里面 就是他就将这个意识 他的这种本体啊 就是意识的这种来源 还有意识的这种延续 延续的这种过程 还有意识他的不同的这种作用等等 就是讲了很多比较细致的 如果这方面的道理 跟那个现代这个圣经学的科学就讲的话 可能更加就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呢 可能不一定认为是这个所有的意识的这种来源 是这个圣经的这种各种元素 如果是圣经的各种元素的话 那么这个意识就是没有断之前 就是这些圣经的这种元素呢 就是实际上是他的这个 如果一般我们这个人死的时候 人死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肉体当中的很多元素 都是并不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然后我们这个如果承认一个单独的这种仪式的存在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有他的一种很多的这个延续性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世界上是有很多的这个前世和世的这些道理啊 就是如果你不承认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有很多真正的会议前世和世的这些人 这个科学家当中也是有没有任何信仰人当中也是有 而且这样的意识的延续性 就是如果我们不承认的话 仅仅是依靠是不是依靠物质来产生这种心灵的话呢 就是这是有一定的这种困难 就是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种意识呢 就是它并不是超越了这种这个物体 就是它是两种不同的元素 就是心是它是依靠一个佛教里面讲十二种因缘 就是它依靠一个它的因缘 然后我们这个物质的话呢 就是物质是它有它自己的一种叫外在的这种因缘 那么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的因缘呢 就是虽然对我们的心事呢 就是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就是它会破坏强烈的破坏它 就是也会逐渐就是让它就是产生就是快乐 产生刺激啊等等 就是这些这是一个方面的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呢 就是认为是虽然这些低等的动物 它们都有意识 就是意识是确定会是有的 它也想喝水 就是它也想它有痛苦 它也有快乐 就是所以我们就是佛教认为呢 就是这个动物跟我呢 就是实际上是有同样的 有这个感知和趣事的 只不过它呢 就是比较迷茫 就是比较愚笨 就是没有像我们圣经那样的 特别特别的敏感 就是所以我们认为呢 实际上是动物的这个生命 跟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呢 都是有价值的 我认为是有价值的 我认为是有价值的 而其他人是在一种状态的体验的体验 所以当你在一种状态的状态 当你在另一种状态的状态 也在另一种状态的状态 所以他们只能解释和解释的状态 这种状态和这种状态的状态 睡,这种状态 他们也不可能说什么今天 我认为他们知道 这种状态的状态 在状态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 不是只能解释了解释 但是这种状态的状态 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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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在这个状态的状态 我知道现在什么是在身边 这种状态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这些状态 今天 可能会不会不会有意思 会不会有意思 会不会有意思 这种状态 但它可以 不解释 但是它可以 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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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种状态 有明显 所以有必要有意思 有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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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但这个状态 我认为是甚至于 福 BROWN 되〕 I don't think that science can deal with subjective feelings You say it's painful I feel pain now Ok so, there's activity in the brain This activity correlates with my pain But I am now experiencing pain Nobody else experiences pain rooting� captions It's very subjectivive to me I don't know if science has the tools 我认为,在这种感觉, 能不能再说到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会再次说到这种感觉, 这就是可能会有的, 佛ism来说, 和这种感觉, 和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继续续谈论这些感觉, 我们会再次谈论, 如何能够更明确的问题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问题 在科学中,通过的佛经理解释 这是一个问题 但我认为, 当我说明智慧和科学, 我只能解释一些关系 但不是在科学中, 而不是在科学中的科学中 而不是在科学中的科学中 科学中的科学中 科学中的科学中 我只能解释一下 我可就能解释一下一个问题 是 什么类似的知识和理解释 科学能辨论? 他如何看见科学中的部分? 在佛经理解释? 不是在佛经理解释 但是在获得更多知识 或知识的知识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在想 可能十年前的时候 我就写过一个叫佛教科学论 这个是里面也提到过这样的 但实际上现有的一些科学 来真正研究我们的这种意识 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科学本身它现在不断地在研究 科学家自己也认为实际上是它正在研究的路上 并不是它是完全确定所有的真理都全部已经研究的彻底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科学家 尤其是西方科学家 你来的这种观点 就是依靠一种推测 依靠一种各种仪器 来进行试炼 进行测试 进行判断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有些意识的这种状态的话 实际上某个道理 有一些道理通过推测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是这个意识的一些道理 有一些的话 就刚才教授所说的那样 就是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延续的 包括我们佛教讲的所谓的这个业力也好 就是所谓的感受也好 觉知也好 这些都是它延续不断的已经存在的 所以说你用完全是用一种科学的这个方式来 就证明就是现在的这种意识的话 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困难 就是科学可以用现在对这个医学就进行判断 但是我看到很多科学家 就是包括生物学也是 他研究的时候 就是他把他人的这种意识的话 他就用一个生命的载体 就是用一种心 用他的这个生物的载体 然后心理学家就是他用一个干树的这种载体 来研究神经学就是这是一个神经元 所以我觉得很多科学家 他用物质的层面来进行研究 但是物质跟形式完全是不同的一种 因为形式是我们佛教里面也讲 他没有颜色 没有形状 没有什么 这样的非常明显的问题 但是确实是他有一种无有形状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形式的载体 所以佛教用他自己 或者是用其他宗教也有他的一种方法来研究 如果没有宗教他自己的这种专门的这种体系来研究的话 我觉得是现在的很多科学呢 是不是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或者说是现在的科学呢 还进一步的就是对这个形式的研究呢 就是要进行判断 我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我有一点关系 我说我建立在你前面 一建立 不,我建立现在 我建立现在 一建立在你前面 我会建立在你前面 我会建立一些 体制的体制 我们认为是体制的体制 我建立一个体制 我建立一个孩子 在你前面 这是人来身诀 在他身世 我是声音 你现在让我建立了 他基本的身诀 我建立对我感知 我感情 我感觉 我 melt 但事任在你装 直接 如果我建立 但是剪定 啊 我建立了 就是 是实际 佛教者早有这种意识的介入 意识的介入的话 一般我们这个 比如说 意识有太生的 有世生的 也有化生的 也有太乱生的 它有不同的产生 有了这种外在的因缘 居住的时候 比如说佛教当中 它说在年华当中产生 这种小的婴儿的身体 也有这样的历史 然后我们一般超市的一些分里面 也产生一些众生 这个是世生 还有我们现在人类的这种太生 还有这样的不同的四种产生的方式 一般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样的 比如说原则对起来的话 一般如果科学家真的把这个意识 能操控 让这个置入的话 是可以这么说的 就是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科学家 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 真正的这种通过意识 就是操控自己置入的呢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 然后佛教当中这样讲到过 比如说你这个父母 他寻找的过程当中 他意识呢 他有意义的 置入在哪一个父母的身体当中 他这是有一定的这种因缘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可以做架势 就是架势呢 就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就是架势也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他成为的话 那就是才成为是他的有理的根据 就是如果这个架势 就真的是让心上这样的时候呢 就可以 但是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呢 就是真正自造终生的生命的话 应该说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我们有真正的一些因缘具足的话 其实佛教里面也是有 比如说我们人体啊 或者其他宗生真正的身体 他需要的这些东西的话 他一时也会寻找 佛教里面还有一个 我们在眼睛看不见的 很多的这种意识的心态呢 寻找他的下意识的特别特别多的 特别多的这样的这种意识呢 正在寻找他的下意识的土生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 佛教还是有比较明确的这种答案 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 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 但是每个人都没有想问 是有一个问题 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的问题 他应该是有一个问题 好像我们现在做的 是一切 的问题 它是有些问题 但是他如何看待它? 在哪一種方法可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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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當你寫了一篇文章 在哪一種方法可以組織? 在哪一種方法可以組織? 我可能當時寫這篇書的主要目的 是因為當時大概七八十年代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 很多人認為佛教是一個迷信 就有很多這樣的人 所以當時我就 坐重了有一些科學家的意見 包括愛因斯坦 吳林年霍特努佩爾文學獎的洛蘇 包括榮格 他給《西藏讀案經》的一些 整個學習的過程 可能是我那篇書裡面 並不是主要研究一些心事和這方面的 主要是可能科學家 也實際上並沒有把國家看作一種迷信的宗教 我《西藏宗》裡面主要是這個講的 然後我現在覺得科學家 實際上是至少對佛教的《瑜伽式地論》 包括一些為世宗的觀點 以及密法裡面的一些觀點去瞭解的話 這次我在西方的一些科學家也是給他們提建議 如果是單純的一個可能從科學的理念來講的話 人的心理的複雜的 就像你剛才看到的人老的複雜一樣 其實應該我們從人的心也有這樣的一個 雖然它並不是有一種體系這樣的無知的結構 但實際上人的心的話 比如說我們有多少個分別念 包括心和心所它就有細微的分別念 有特別多的一些數量在裡面 因此我覺得從佛教應該 從關於心事方面的一些論點 是不是科學家去學習的時候 就互相除了這個身體 就是眼睛所看見的意外的話 它無信的這種力量當中 就是能找到了很多的這種依據 我們繼續說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我同意說 我們只處理性的事 但這根本是科學家 那麼有些類似的一種 Tracy 然後有個身體 有一個身體的有關 那些材料你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材料 例如指导物或佛际 或者其他人的材料 但作为科学者 我可以学习很多关于这个另一个角度 但问题是 我可以使用科学的材料 能够理解更多的另一个角度 因为如果它没有 matter, 然后查看的能力, 我们随着地区内, 虽然是超级的解采败。 Если我们有关的医学, 古今我们可以拒败我们的知識, 教授可以描述他的知识 在脑上 但是他们能够联系 以一种方式 去解释其他人 或其他人去解释其他人 或是否完全不分离 因为如果完全不分离 我们不能跟同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不同的语言 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 不是没有联系的 是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这个联系呢 比如说佛教讲 我们这个心事是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种 个体的方式来存在 但是这个物质呢 对它也会起到作用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自己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们光是一种脑科学 脑科学来证明我们这个心事 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脑科就是脑神经呢 就是对我们的心事 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一旦你的那个 脑就是出问题啊 或者说是你这个 就是出现一些不同状况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对这个人的 这种智慧和心事呢 有关系的 但是百分之百全是是脑的话呢 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几年以来 就是很多是做心脏移植手术 心脏移植手术以后的话呢 本来我们这个心脏呢 实际上是它只能给 就是没有圣经缘的这种记忆啊 就是没有这个作用的 没有这个作用 但是呢 有些一直心脏移植手术以后的话呢 就这个四人的这种前面的这个性格 就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他就能这个会议就是很多的 这种这个以前的就是跟这个人的有关的 有些事情呢 就是跟这个前面的这个一直心脏素素的人 有一些情况就是他会能会议起来 所以我们佛教的一些秘法里面呢 就是说是心是一种 虽然是他是一种无心的 但是他无心的呢 有时候是依靠就是大脑 有时候是依靠这个心脏 就是所以我们如果不承认一个独立的这种心是存在的 光是依靠一个脑的话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就认为呢 就是他主要的因就是信自己 就是每一个众生他自己的因是心脏 信自己的心 但是对这个身体的话呢 就是对它就是直接作用的 比如说是一棵树的话呢 就是外面的这个土分啊 就是这些是对它间接的这种作用 就是这个 就这个树就是接下来的过天不天啊 就是这些都是外面的作用 但是树自己有自己的一种种子 所以外在的物质它有它的种子 然后我们的这个心是呢 也有就是它的种子 如果我们没有承认这样的话呢 光是依靠身体来证明这个心是存在 是有一定的困难 再想有没有一个 就像你们这个 在神经学当中就是经常有一个 万元论 就是好像那个 就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系统呢 就是通过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它就归成一个最最简单的地方 就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就进行这个分析 然后从整个整体这个生物年的这个整体来讲呢 就是就有一个整体的这种分析 就是有整体性的 就是整体论的一种一种看法 然后我们从这个信实呢 就是它也是有一个意识的最最根本的一个还原论 就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意识的各个层次 不同的也有一些这个复杂性呢 就是可不可以这个说明 就是负责的话呢 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这个 就问题跟那个可能我们平时的这个意识的这种状态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 就你想说的是说 心识把它也是通过还原论 把它分解开 对对对 就是它这个分解开就是心识 因为心识有很多的这种复杂 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 那么它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整个圣经当中的这个 就老这个接触的这些的话呢 可能是身梗当中 就是它那个身体的根识啊 眼识啊 耳识啊 鼻识啊 然后每一个识的话呢 就是它也有很多的 就是然后它的根本的这个 这种这个其实是它的一种意识 或者是阿拉严识 就是说一种 它心识它自己就跟这个大脑一样的 就是就分解的话呢 从这个圣经学这边 就是可不可以跟就是意识层面来就进行研究 就是我的意思是 它从那个就是还原论的方式来看到这个意识 这种形象呢 你以为是什么形象呢 所以你看 里面的问题 这种问题是 我认为呢 所以你站在梦的问题 是那种东西是正确实的 它就是在梦 fucked 然后当然你会失去 一些的更好的 嗯 但可能你会摆掉 它们可能会感受到 它们可能会触到 有什么原因 如果你 Ayu injured 是有什么问题 是在框子 那么在梦克丽 我们在梦克丽 是不太好 我们不确认 if we do a reduction we may be losing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that's not so clear but anyway in principle again I see I see a problem principle problem although you said that there is of course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et's call it the mind in the term of let's say Buddhism and what we call consciousness which I said before it's only correlation of the matter manifestation or correlated to a phenomena that we can call consciousness sleep or this other and that it's only correlation but i don't understand what i guess you understand is this high level personal clear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from a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or spiritual point of view and as i feel I feel and that's the frustration because you want to combine I also feel myself 科学中的研究, 理想中的研究, 理想中的研究, 理想中的研究。 但我认为, 我们的研究中的研究, 理想中的研究, 理想中的研究, 是想找一些重要的研究, 提供中的研究, 理想中的研究。 我希望跟我们商量用、 看研究, 我不能把研究完整的研究。 我们仍然不可以看到,如果有好过程一个研究, 做了透枪因素抑礼, 成功中的研究 咖啡与你的研究。 就是、再设研究中的研究 研究。 除了什么我们做作为研究 因为我们是限制的工具和工具 应该我们做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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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我们做更好的研究 因为我们一直是限制的 中文的研究 它不是很简单 做新的研究 如果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新的研究 我可以做新的研究 使用我的研究 是很限制的 这是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 它会更有趣 我们可以联系 我们可以联系 但从一个研究的研究 我们可以与我们一起做 一些研究 的研究 在理解 或可能不 本 обыч不 可能令仙俩不至于 仙俩不至于 仙俩不至于 仙俩 esper 我看,好像你耶稣在 有一些发表当中,有些研究去向于佛教 你自己有没有对其他宗教 或者说是在稍微从你的研究领域的话 跟佛教去向的有没有 先我讲一下,我的这种方法我是这样想的 其实有些对这个意识的一些认知的话 应该是在佛教当中是确实有非常明确的有一些说明 我们这个科学当中对比性,就是比较性的一种研究方法 比较性的研究,那么这种比较的研究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科学家对佛学方面的一些意识的研究 或者说这个意识的这种状况了解的人也不是特别多的 本来我们的形式啊,根式啊,还有一些复杂的 没有分别的意识和有分别的意识等等 这些是比较简单的基础的 但是呢,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心理学家的话 他们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我们一方面可能是科学的观点和意识也需要利用 另一方面,现在原来的书本上有一些明确的 这些文字和记录也做进行对比 还有我们可能现代和古人,有一些修行人 他依靠他的主观的一些经验和这些想结合 就是这样,其实这个我觉得一次研究的话 那就是不一定非要有一种工具 就是应该是比较合力的一种这个配力来进行论证的话 那就是这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这是我的这个观点 然后第一,第二个观点的话 我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可能你也在有些唱法当中是不是说过 那个意思比较去向于这个研究的话 那就是佛教的有些说法 那就是我也想问一问 你这个去向于佛教方面的话 实际上是哪些观点 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就很坚定地认为 就刚才你也想到 就是我们这个艺术啊,宗教,就这个很重要 原来爱因斯坦有一句话 就是他说我们这个人生相当于是一棵树 就是科学和艺术和宗教 就是这三个呢就是不可缺少 就是相互相称的 但我现在看到很多科学家呢 有些是只站在那个 只趴在那个科学的这个书业上 其他的宗教和艺术都不认可 有些那个宗教人士呢 他只坐在自己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数字上 然后其他的两个数字呢 就都不认可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现在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没办法解释 就是科学工作者呢 就是他不认可宗教和艺术 宗教和艺术就是不认可科学 虽然科学是现在不得不认可的一个 但是呢 有些科学现象就是说不出来的 就没办法解释的很多问题 也是是依靠可能主观的这个意识和宗教来说明的 Well I'll try to answer it although I don't know how we saw it through my writing because I didn't study buddhism actually although I'm doing some little through my daughter influence some practice in meditation Zen Buddhism we have a teacher in Jerusalem and I go every week I should do more so that's my only and talk to Noah because she has ideas and perspective that I don't have although she's a scientist but she has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so that's my main influence and in many ways I guess I'm here in some sense because of that but I really certainly should read much more absolutely and learn much more because and that's that's what I wanted to say after what he said and also I thought about this that I have a great appreciation to somebody who invested so much of his life to this ancient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at to come to this understanding let's say even of this categorization you mentioned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that people like the master I guess experience themselves they can do much better distinctions certainly than anybody that we investigate in the lab because he already passed through these states of brain that are correlated with these different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and in that sense I can see a very fruitful very fruitful collaboration because you have somebody who can very systematically because he's so experienced from introspection and from practice to do these distinctions this could help us certainly as scientists I mean because you have this categorization and this distinction which are clear to the to the one who experienced it it could help us to focus better on particular set of experiments which could be biological recording from the brain during different states correlate activities again we cannot do more than correlation but at least I can refine the correlation because there is already a priori knowledge from this other field so I can see in that sense could be enrichment of understanding on a limited scale because it's still scientific but it's a better kind of you know until somebody comes with distinctions it's hard for the science to find them but if you already have some kind of knowledge about what kind of conscious levels maybe you reach 12 of them or complex of them then we can do better research that's one aspect that I can see you know maybe a fruitful interaction the other thing I think but I would like also to think to ask whether the feeling of the master is that during meditation or during this practice I as a scientist let's say doing practice and coming to these states which I'm not used to be in but maybe I could practice it then it could in that sense maybe influence my general state of creativity because of course one of the problems of every scientist is to go out of what he's accustomed to in the limited scale of what he knows the friends the what he studies and maybe through meditation come to a new state that could help me to you know bring new ideas into my science but so it could be also very beneficial maybe I don't know for myself or for any scientist to practice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than what he's used to and this could maybe help me to enhance my creativity in many fields maybe but also in science I wonder if there is a feeling that a practice like that besides helping my my state of mind maybe my relaxation and so forth can it also bring me to a new because after all we need to break through because we don't understand you know science is really limited brain science is limited maybe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could bring me to a new to a new state of mind a new creative mind 很好 今天 我们的这个交流和对话呢 就是很有这种 感觉 感觉 无个人而言 就是非常 非常 非常感谢 其实餐修呢 嗯 说实话 嗯 因为科学是 它是一种 这个 嗯 学术的 嗯 然后餐修呢 就是它是 一种 体面 就是 所以 血和修呢 在某中意义上 是 也有 也有 共同点 但是 在有些 领域当中的话呢 嗯 因为 禅修是 它是依靠一种 非常 激进的 一种状态来 就是延续 它的境界 就最后的话呢 它就会 认识很多的 就是 这种 知识 所以我觉得 嗯 你刚才提到的 我 就 就 作为一个 学术界 就是 它不单是 从理论上去研究 就是 应该是从 呃 认识它的 这种本质 嗯 比如说 我们对 性的 性的 研究的话 那就是不仅仅是 光是从文字上 学术上去研究 应该自己去感受的话 也许可能 更加的有 这个 突破性的 就是 这是一个 嗯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科学家 包括 当时那个 乔布什的话呢 他说 他的很多的灵感呢 就是 就是 来自于这个 这个 禅修 嗯 然后 我看到那个 就是 那个 《未来见识》的作者 他在 书的后面也写到了 就是 他说是 他书里面的 很多的这种 这个 灵感呢 就是 也来自于 他的 这个 这个 禅修 像我们 藏传佛教的 很多的大德呢 就是 他通过 禅修 很长时间以后呢 就是 他最后 就是那种智慧呢 就是爆发性的 就 就流露 就是 他并不是 是一种 完全依靠 这个分别念来 再操作 再苦心 再这样的 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 他就通过修行当中 应该 认识到 这个 这个 性的本来面目 又认识到 这个世间万物的一些 真正的 这个 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理论上 就是说多少都不如 这个 自己通过 观醒 就是 然后 在这种方式来去研究 也许是更有突破的 我自己认为呢 可能 学和修 就是结合起来的话呢 也许可能 是这个成果是更明显的 就是 光是没有去研究 就是 就 依靠文字和 依靠 推测的话呢 有些事情是永远也可能 推测不出来 就是 那么科学的 这种 现在很多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科学家 他认为呢 就是这种禅修是应该在 性质科学当中是最超前的一种方法 就是 呃 我也完全认可 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呢 就是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这个物质世界呢 就是它完全可以通过推断来可以了解的 但我们这个精神世界呢 也许可能没有禅修啊 或者是没有修行的话呢 永远都是 就是 就没办法 就是 一旦我们修行以后就是 不管是语言上怎么说 实际上是可能 自己都一定会是到一定的时候 很明白的 I just want to say something that is related to that from my own experience because I absolutely agree that there is a missing aspect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science which is almost as I can almost say that that it's almost not allowed in this practice is to have this kind of intuitive emotional unexplained not logical let's call it spiritual or emotional that it is not part of the party it's not really part it's not accepted in some sense and in the last few years I must say and especially because of some experience that I had with artists that I tried to bring together to scientists and work and be together for a weekend of a retreat just to discuss creative process when does ideas do ideas appear how do they see their own creative process just to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culture this by itself some I think it was almost ten years ago something like ten years ago I saw that the way they react these are artists they work a lot from you know intuition they are very aware of the process of intuition and they enable themselves to express emotions even crying you know while they discuss their creativity their art this was new to me in terms of interaction because it was a seminar it was like they gave lectures and suddenly they cried or they had these memories and they were very connected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picture let's say and so you're an artist and your parents are artists you know and we are not almost not allowed so I absolutely agree that this will enrich the capability to be involved also emotionally and at least feel it experience the emotional aspect of of what happens to me when I generate some idea when I talk to people about my science if it would be not only clean scientific but also I will be myself there not only my so-to-speak brain but the whole the whole self it's emotion it's consciousness all this if I can bring it also to students I think the experience will be much much richer this I completely absolutely agree and I think we miss it and you know some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do it through activity and movement wild teach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ecause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very constrained constrained in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it's beautiful it does wonderful things really medicine you know machines and all tha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so I agree that experience through meditation through introspection or whatever you want to bring myself as a complete complete entity rather than the logical part in me and the scientific part in me so that's why I'm seeking for some kind of integration and this emotion aspect experience aspect is absolutely part of it should be part of it 我们很多有这种说法 就是光是我们在脑子里面记 人和罪上会所 这种是一种大脑性的知识 不仅是从大脑里面能记得之外 还在心里面不断地传信的话 心灵跟行为上的一种知识 就是它是会落到这个实处的 所以我也知道现在包括各个研究室 各个大学里面的领域的话 那就是它如果涉及到一些宗教或者是艺术的话 可能是它会有一定的具现 就是包括这个研究和这个学科里面的话 那就是都包括老师他自己的话 可能全世界都基本上是都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研究里面和这个教堂里面 就科学那个正常的这个科里面呢 就是它有宗教的意识啊 宗教的这种修行的话 那基本上是全世界都并不是很 就是就允许就是参与的 但实际上可能会我们这个人生是 就是要要完整的话 可能这个修行啊 就是包括医术的一些内容和宗教的一些内容 如果不讲的话也许可能是比较发威的 我个人就会非常赞同 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有什么样的需要合作的话呢 我也非常乐意 因为它会发生了 它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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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是好专门 在这个新建议 在这个新建议 那我展示你 我会很想找到 我们必须能够解决的方法 很智慧,很智慧,很智慧 但是很多人都不做任何事情 你刚才说了 这些人的经验,这些人的学习 或是开始理解 其他其他方式的方式 可以使用 不仅是活着活着 但甚至在自己的任务 有新的观点 有新的观点 所以我会尝试 如果是可以 找到一个方式的方式 找到一个方式 或者是一个中心的方式 要有一定的教育 或者是一种教育 或者是一种教育 然后我可以认识 学生的时间 这会是非常特别的 全我们的经济 我认识会很严重 很多年轻人 我认识会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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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身体 和生活 的方式 我认识会很严重 我认识会很严重 如果教育会认识会 然后我们可以认识 技术 会很严重 但是 建筑会准备 几个月 然后我们可以认识 新的方式 应该没有问题 我很乐意 因为我其他也什么都不求 确实还是很想 我们对心灵的一些灵感 对科学和宗教 以及很多的这种 归宫纪里可以说是 探求一种真理 我个人也是确实 可能也许我们今天第一次碰到的 但是将来的日子当中 应该能看得出来 是比较简单的 也是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也追求什么 所以我虽然从中国到这边是比较远 但是我不会 因为这个事情累啊 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应该很乐意 而且我自己呢也感受 昨天我刚才跟你讲的 就是跟这个以色列这边 虽然我们从那边的这种阳光来看 比较担心了这样的 但到了这里以后呢 也不是这样的 就而且呢 也很觉得我们这个 就有一些合作的话 也许可能 就我看到这里的这个科学的创业啊 就是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羡慕 但是呢我们很有必要就是心灵的一些探索方面 就是再进行这个 有一些合作的话 也许可能未来的日子对人类 至少也是这个就小小的一种 像那个一个小小小灯火一样的 就是传递一点自己能做人籍的 这种这个光明的话呢 就是也是值得非常援引的 就这样具体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 我的时间也要去泡泥 但是呢 应该可能没有问题的 提前的是 就我们就很多方面就是去 去这个 就处理的话 太好了 就 comme会把我们的观看 现在我们的观看 其实我们的观看 我们的观看